大家好,我是武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內地猛聊 跟大家說說中國的新聞 有什麼猛聊呢? 猛聊,有什麼猛聊 先給個like,行不行? 好的,最好感激了 然後下面有個link 有個patreon 然後西哥每一天都跟我們 相載我們的影片 很好 今天有什麼 猛聊猛聊 猛聊猛聊 猛聊已經去到鄭州 河南鄭州 說到在今天 開始封控一周 哇!大家 人頭湧湧 在網絡上顯示到 超市一停 大家就去掃貨 香港的掃貨 我都發現和內地的 真是差天共地 香港的小件撥撥車 那些什麼一人 八包米 嚇死了 你看看內地 一人半隻猪 生猪 推著他在購物車上 推走 更加說到 很多人 怕變成下一個上海 就馬上走路 真的 北京未完 已經殺到鄭州 北京那邊 都非常緊張 為什麼呢? 說到他們 北京公廁 找到一個最新的傳播鏈 是不是呢? 就說懷疑 經過公廁傳播 一人 竟然傳到四十人的傳播鏈 超級病毒 超級病毒 所以現在 有見及此 北京那邊 加強公廁消毒的次數 更加說到 封控區的公廁 不可以隨便去 為什麼? 有限人數 限流 怎樣限流 我待會跟大家說說 除了說到北京 說回上海 上海有兩宗堅事 堅 堅 堅 五個堅 很堅 就說 有一個男人 上海男人 突然間 在馬路上 攔截物資車輛 嘩 這段影片 在網上成熱議 這個男人就說 我快餓死了 你快點給我食物 這樣 嘩 不是吧 這樣 這麼厲害 有司機 是不是真的給他食物呢? 我待會跟大家說說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在封城期間 上海 有一個獨居男人 懷疑餓死 他呢 自己倒閉了家 因為發臭 被街坊 揭發了這件事 那究竟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等一下 跟大家去說說 一些詳細的情況 另外 Tesla有一件恐怖事 有一件恐怖事 一會跟大家說說 上海 已經回到50年前 一夜回到解放前 真的 有很多片段 一會跟大家說說 先透露鄭州的情況 究竟一人一豬是怎樣呢? 他們現在有什麼玩法呢? 那個推薦就是豬出街 一人一豬 一人一豬 真的 排長龍一樣 一人一豬 為什麼要這樣一隻生豬拿回去? 是啊 臭的 臭的 放家自己切 你哪有雪櫃啊? 家裡有很多雪櫃啊 神經病 要起骨 人家 個個都張飛 對不對? 個個都是剁豬肉的 所以說有料 是啊 整個鄭州陷入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因為他們開始豐空一個星期 而說到省商務廳等等 多個部門都表示 不用怕 大家安靜一點 一定夠你吃的 你們不用在那裡囤積貨 大家都明白 香港人也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地球人 是一樣的 對吧? 最重要的是自己有得吃 依然大量的民眾 衝到超級市場 去到農貿市場 去搶這些物資的 根據的網絡圖片 可以看到 超市裡面 人頭湧湧 貨架被搶購日控 更加有不少人 買了半隻湯好的豬 就回家了 但是也有人 漏夜 就離開當地 造成交通濟失 昨天有網民 發文說到 現在鄭州超市 就是人山人海 正所謂的 many people 非常厲害 而附近的道路 都打爆了 有網民表示 市政府 在今天 昨天頒布封城令之後 馬上 市民民風而動 馬上衝到超市屯貨 說到大家都擔心 鄭州成為下一個上海 沒有東西吃 又說成程 而副市康 即是蘋果 幫蘋果代工的副市康 因為在鄭州航空港區 有一個廠區力 有一個廠房的道 他們暫時做現有的防控措施 暫時不受影響了 接下來會不會蘋果 又有供應物資不足 即是那些不夠零件 就不知道了 大家更加要關注 另一件關注的事就是 在上海 這個醉酒男嗎? 是不是醉酒男嗎? 還是真的餓死男呢? 那怎麼辦呢? 這件事呢? 有些人覺得他是不是很高興 走出來通出馬路 跟我說 快要死了 還是拍戲呢? 我看看 根據內地網上一條影片 看得到 這個男人 在一個家友站附近的馬路 中央 真是大膽 一撞不折撞死你 這個說到說 攔走那部車 對途經的司機說 我快要死了 我快要餓死了 說到說 他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是有點疼疼的 不知是否受到什麼影響 什麼影響 不知是酒精 還是病毒 還是受到毒品影響 表情有點生硬 有司機好心 請他約招 還要給他點餅乾 這麼多食物 司機 司機都害怕 怕什麼?怕他吃人嗎? 風啊! 風下不了地 沒東西吃 現在 我們看到跨境貨車司機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在身上 而當地村委會 在某個廠房找到這個人 立即找到當事人 原來這位當事人姓黃 今年48歲 他跟他的妻子在一間補工企業的臨時工 根據他的老婆說 原來在勞動節那天 5月1日 中午 這位男人喝了半斤黃酒 半斤白酒 即是喝大了 喝大了之後 偷偷翻牆 跑到公路上 攔截 經過貨車 拗攔腳 問人拿物資 其後 被他老婆發現之後 走回宿舍 而這位男人 喝醉之後 醒了 他說 當時原來喝得多 已經斷了片 這傢伙也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他說這件事對網民引起誤解 非常後悔 這個真的喝醉了嗎 真的喝大了 喝大了幾杯 竟然走去 他也很幸運 喝大了沒有被人輸死 對 在馬路中心拿東西吃 對 拗爛腳 離譜 除了說這位拗爛腳之外 現在上海的風控區 防範區 採取一個新的模式 就說 每戶限一人 用淘寶方式 採購物資 什麼叫淘寶方式 不可以坐車 不可以開車 只可以下腳 大家都擔心 一人一戶出來買物資 那我怎麼拿呢 所以說現在各出其謀 原來這個規限 一千五百多萬人 每戶每人每日 只要一個人 出去買物資幾個小時 所以各區的市民 立刻拿出自己家可以動用的工具 例如淡跳 BB車 行李箱 甚至乎 那些島嶺頭 那些手推車 都拿出來 就 塞一些物資 有很多網民 就在這裡說 猶豫農民趕襲 趕市襲 簡直是 時光倒退半世紀 一夜回到解放前 上海 看到那些人 拿著淡跳 拿著一袋二袋菜 肉 好像在街上走 更加 好像搬運工人 出來買東西 更加 看到環境 非常搞笑 有網民說 很搞笑 不知道是很生氣還是好笑 很慘 但是這件事 是比較慘的 在上海 有個獨居老人 就餓死了 就懷疑 真的 餓死了 然後 屍臭被人揭發了 這件事 在這個政安區長樂路 一個住宅單位 一名58歲的獨居男子 懷疑因為行動不便 就餓死了 這件事 就非常痛心 有內地的網民 就透露了出來 這位58歲的獨居男子 在1號的時候 被人發現的時候 已經臭了 由於 說到說 可能有人爆門 因為說到鄰舍 都聞到那股臭味 更加很多人 就開始 不知道是不是報警了 報警之後 就很多人就來 爆門了 其實真的很臭 真的很臭 真的很臭 我真的聞過很臭 屍臭 你聞過 在哪裏問過 那時候 在柴灣 我斜對面的獨居教車師傅 有人死了嗎 我老爸聞到 那時候 我還說 周華樂 我那時候 很有趣 我又不搭自己那層樓的電梯 我就貪化了 拿著麥當勞 就打算回家吃 然後 然後 我乘搭低一層 就走到樓梯上去 就是消防樓梯 一上去 我站在家裡 就想著 突然看到樓梯門口 有很多消防 然後 我看一看 我走出去 我看一看 然後 消防 看到我 他說 你是否在這層 我說是 然後他問 你認識這個單位 這個人 然後我心想 咦 我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我說不是吧 我說很久沒見過他了 這位教車師傅 我們平時也有打招呼 一回就入屋 然後我老爸就說 快點回來 怎麼了 很臭的 我那時候還沒聞到 然後 我說 咦 怎麼了 我說 咸魚 他說 是啊 我報警 他說房署 上來 敲門 因為幾個月沒有交租 敲門 死了幾個月 然後 那時候 剛剛是冬天轉暖 我老爸就 八卦 他就走出去 那就是邪對面 大家街坊 那樣 連同那些管理員 那些阿姐上來敲門 我老爸說 一敲門的時候 問了浸垂 他說 他就報警了 他說 你又認得浸垂 我那時候是做特發的 做什麼的 老爸 那時候是做東方記者 是嗎 他是特發記者 他說 我這浸垂我一定認得 然後他說 很臭的 然後 你記得 然後 一爆門 警察和消防一爆門 哇 我們關著門 都聞到浸垂 很噁 好 好吧 其實這件事 我也說算了 幫他 希望他安息 那段時間 我再說這件事 說到這位獨居老人 因為被人發現的時候 已經臭了 說到 開門的時候 發現 那個遺體 是僅靠 家企大門的旁邊 整個人瘦到皮包骨 有人懷疑是餓死的 有鄰居 就向 一些人 透露 他說 當時發現 那個情景的時候 那個男人 僅靠門 手 打算開門的動作 但是 懷疑開不了 那個人瘦到皮包骨 應該 估計是餓死 而說 那個遺體 已經被人抬走了 誰不知 有人覺得 這件事 非常恐怖 因為有人經過 剛剛經過這間 男人房 在這個遺體 還沒搬走的時候 這個女生 看到 被他撞到 他說 頭部已經青了 已經變了色 嚇到 他就馬上掉頭 離開了 這件事 非常擔心 而說 那些臭味 要幾天才散 是的 真的很噓 那陣味 不是說笑 現在這件事 都可以反映到 那個環境 其實香港也看到不少 一定有 這些事情 這些都是必然的事情 有時候 沒有辦法 好了 講一下北京那邊 屎坑 什麼環境 這麼厲害 超級傳播 去過廁所而已 這樣就拎了東西 還要一個傳四十個 這麼誇張 是的 他這麼誇張 就是他超級傳播者 在北京公佈了一名感染者 因為三次去了廁所 啊 肚子啊 他 去了三次公廁 引發近近四十個人感染之後 當局提出一個叫做好公廁防疫消殺 或者公廁清潔人員防護工作 那就是要加強公廁消毒 那就是要每天對公廁進行兩次全面消毒 人體接觸頻繁的位置 例如水喉啊 扶手呢 更加要最少有四次 而火車站呢 市場周邊等人流密集周邊的公廁 更加要消毒多一至兩次 他們更加除了消毒之外 他們提出了 一人一消毒殺菌 不能夠兩個人或者兩個人同時間一起去廁所 這個公廁呢 告訴你二十個人也好 同時間一個人去而已 那就是要他們去處理 方便控制疫情 不要讓他們散播 那就是說 這個新的政策出來之後 你知道嗎? 內地網民說什麼 他說 奇怪的政策開始來了 他說怎麼搞的 廁所也封 不是吧? 那也沒辦法 是啊 古靈精怪的事情 你覺得古靈精怪而已 但是說到北京那邊 現在疫情嚴峻了 全市 禮拜四開始 停伏一個禮拜 是吧? 都很誇張 這件事情 大家都不想到最後 搞成一個月 越快越好 疫情當然是盡快消退 公廁那件事 公廁那件事就沒辦法了 大家自己執事 盡量不要去這些公眾場合 另外說到有一件怪事 什麼叫怪事呢? 就是說 Tesla 內地Tesla 有一件新聞說到 Tesla在內地開了一個廠房 現在另外有一個車主說 他這部Tesla有怪事 有怪事 他說 四川城都有鄭女士 說到 他說他那部Tesla Model 3 剛剛去年一月買的 沒什麼大問題 畢竟算是新車 不過在四月尾的時候 他駕車慳功 他突然之間 覺得他的車 突然 自己調大了最大音量 而且 那個冷氣版面 突然之間又開又閃 有鬼喔 他說 你也知道 Tesla是一個靠Tesla 大面板按鍵 好像你的智能電話 他說 他說 將Apps開啟 而且 自動開Apps 和自動操作 有問題 他想著 可能一部車子 他想著 車完晚上 車完 女兒 上完英文貨 回家 他覺得 那個系統 問題依然有 而講到其中一句 喜馬拉 Apps 還一起播出一些 講歷史的故事 很恐怖 對 他說 最恐怖的一時 就到晚上九點半出現 當這位鄭女士 和他的女兒 回到家附近 將一部車 排在樓下停車場 之後按這個客服建議 重啟系統 希望能夠解決一切問題 突然之間 黑色的中控屏 突然出現了綠色的咪 鄭女士按一按咪 出現了一句 淒涼的女聲 不是 嚇到 這個鄭女士 嘩 震一震 翻譯淒涼的女聲 對 淒涼的女聲 怎樣 他說什麼 他說 是否深夜報道 我死得好冤枉 真的嗎 對 標題這樣寫 我死得好冤枉 是啊 Tesla Tesla 然後 他說這位鄭女士 就覺得 我也不相信神鬼 應該被黑客入侵 打算退貨 Tesla 客服 查一下 可能 車的大型 螢幕出現故障 這樣 我死得好冤枉 他說 因為後台檢測 這個螢幕短時間 出現大量點擊 特別就是 當 這輛車 當晚 開一個叫喜馬拉雅Apps 曾經播放 一條影片 叫禍心的音頻 這樣 就懷疑 這個禍心的音頻 剛好和我鬧鬼的時候 對應相 這樣 即是 炒Apps 突然就播放一些 亂按古靈精怪的東西 剛剛面穿剛剛 那就是有鬼 他說沒有 最後 然後 拿去維修 換了新的中控螢幕 這件事就說 還有沒有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就換了之後就沒有了 是啊 嘩 嘩 大家 不用就沒事了 有什麼所謂 鬼而已 鬼而已 用什麼害怕呢 你看看這位大師 你便知道有什麼事情 內地有位僧女 被人踢爆 這位大師 斬不斷情詩 摩根 摩根 摩根大師 這位安徽宣誠一名和尚 叫宣誠師傅 玩直播玩抖音 結果被網民吃爆 究竟他有些古靈精怪事 根據網絡圖片顯示 這位師傅在直播圖中 身穿袈衫 拿著本書 定位於安徽宣誠市民縣山莊 直播的時候寫著 紅塵念心 閒下之餘 總要偶爾接近一下繁榮 如此 先可以經略紅塵 洗卻繁心 還有hashtag 生活一半煙火一半清歡 所以說不太多話 三個字 看看網絡 做大要瀟灑一點 接著有人踢爆 原來大師的主頁 他的專頁 他除了喜歡一些書法直播 這些內容 還有三張他置了頂 就是他自拍照 到他喜歡的戒扁 嘩 厲害了 原來他賺好了五萬多張辣妹的照片 嘩 直播片他留言 不知道大師對白師怎麼看呢 大師有喜歡三個掃 是什麼掃呢 掃足 掃菜 掃人 然後 大師斬斷情詩 斬不斷黑師 和白師 那些師 哈哈 就說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部的空 是啊 厲害了 有人就覺得 這些都是這位師傅 可能炒作 有些想著握流量的套路 不知道了 究竟是否真的識心起 正所謂有些什麼 什麼心未盡 就不知道了 每個內地的人 或者搞這些直播的人 都有些古靈精怪不特別的事 是不是 另外說到 嘩 這件事厲害了 這件事誇張了 在這個內地 嘩 有一個叫中清浦集團 中清浦董事長 李瑞杰 一說了一句話 嘩 真的搞到全城關注 全中國都關注 這件事究竟是什麼事呢 我們跟大家去研究一下 這位中清浦董事長 李瑞杰說了一句說話 就說五一全加班 不復就立即炒 揚言 還要五一全部加班 沒有OT錢 不復的 即是炒了他們 嘩 不是吧 即是 還免費工嗎 叫人 這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公司高層一度用低俗言語辱罵截圖 去罵一些人 事件引發在輿論關注之後 當然是 嘩 打大佬了 來啦 大家就立即炒他了 這件事 李瑞杰最終發文道歉 指出本人已經深刻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並造出自我反省 因為說到受疫情的不利影響 在他們這一季完成不到有既定的業績目標之下 公司的董事長急到賴 所以在公司群裡面說了這些說話 引起一些負面的輿論 對公司造成一些這麼不好的影響 那就 不知道 我看到有一個截圖就是這樣說的 什麼呢 想打爆你們所有人 兩季度兩個月 讓尿性閃不閃 所有的吹碎佬自己買瓶豆腐撞死他吧 五一全加班 不加的 去人事部說明究竟為什麼不服的 立即炒掉他 嘩 他說話都很激進 這傢伙原來不是第一次爆這些事情 更加在2011年 因為一個知識產權的糾紛 竟然打了一個女律師 搞到這個女律師的頭部要逢六針 更加神經對外宣稱 誰敢告我 我就動誰 這樣 這傢伙也有些了道 現在就被網民圍招了 他沒得打誰 人人就圍著他來打 這件事 上山多就忠如虎 最後說一件事 內地官媒出聲 對於一件事就是 反大翻譯運動 究竟什麼事 內地官媒近日發表 中央團副教授 一個文章說出內容批評 社交媒體 在Twitter有個大翻譯運動的帳號 懷疑侮辱中華 被中國對外宣傳及國際影響的形象 做一個負面 這個帳號介紹 他們的宗旨就是 希望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憲政 但是官方批評對方 用一個部分內地網民極端言論做素材 並且傳播錯誤信息 並且製作誤解 試圖反映中方親俄 反美反日等這些民粹和排外的主義立場 是不是要跟Twitter投訴呢 可能接下來要找Elon Musk 因為Twitter也好像Elon Musk收購 不要緊 這麼大 Tesla在上海 就算談 這些小事 他們可以做得到 你看到一浪之不浪 疫情好像還未完結 究竟什麼時候才完結呢 要看天氣 因為隨著時間越來越熱 我猜一些細菌 應該不能繁殖得那麼快 希望快點疫情 快點過去 大家可以回復一個正常的生活 這集時間是這麼多 下一節跟大家說其他新聞 Bye